来关心台北市长选战政策牛肉大比拼 民进党参选陈时中今天抛出了居住政策 左打黄珊珊当任副市长时的科市府 盖5万户设宅跳票 又打蒋万安提的设宅政策不够全面 蒋万安则是回应说 全面降低租金是没有差异化的做法 是聚焦解决年轻人生活负担 但是陈时中才刚开完政策记者会 蒋万安就新增了行程 抛出了运动证件 拼场意味相当浓厚 传球姿势100分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抛运动政策方针 认为台北市规律运动人口不到40% 现行政策有待改进 喊出整个台北都是我的运动场 可以结合台北通或者是我们另外开发级约 少去二扣累计健康合理结束 还要争取国际定监赛事 完善运动员培育环境 搭造电竞台北队 蒋万安第二场政策记者会 却是当天早上八点才临时新增行程 就这么刚好 对手陈时中上午也有证件发表 看起来就像应试祭出一场记者会 拼场意味农 请勒林称青年住弱室 陈时中居住政策喊出三大方向 承诺盖设宅四年达到五万七千户 吸引年轻人回流撒币有必要 对于年轻人我们少一些 比社会住宅的租金都调降百分之十 租金补贴每位加满一千五 设宅租金降百分之十 对比蒋万也提出生第二胎优先住设宅 租金至少打八折 自然这钱花的有意义 我们相对的比较全面 江卫园所提设的政策 就对于这个配合少子化 全面降低租金是没有差异化的做法 就是针对解决年轻人生活的负担 同时奖励生意 再看看现在柯市府开五万户设宅支票 达成率不到两成 城市中阵营再批科跳票 柯市府在政策上是不是有个大的转变 2020之后决标只有131户 相对是非常的少 也许黄市黄副市长认为租金补贴 就足以来因应我们社会住宅的需要 不过我们不这样子看 不让黄山山参选强风头 蓝绿才现任政策缺失 端市整牛肉尬场 记得一圈胡卫轮台报道